好 刚刚看到高山下雪了 很多民众相当讶异 其实感觉没这么冷 怎么高山会下雪 因为水气实在太多了 我们就来看看是地面天气图 其实现在的时节已经经过历春了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时节进入历春 但是以现在2月份来讲 还是气象局的冬天 所以下雪不稀奇 不过你现在可以看到 因为这波华南雨带 已经带来了很多水气 但是整体的风向却是吹偏东南风 所以东南风这样子吹上来 就使得全台的天气 其实是在回暖的 有水气再加上回暖 水之之代表有大雾的讯号 从昨天到今天 好多地方能见度都不足 看出去就是雾蒙蒙的 戴眼镜感觉好像没擦干净一样 其实这都是有回暖的讯号 这两天感觉上没有这么冷 但水气就是多 提醒大家雨要下到今天入夜 才会缓和下来 所以再撑一下 今天雨下的比较多 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 会更加的清楚 您可以看到雷达回波图 这一大片的华南雨带 就直接这样子扫进来 告诉您这雨不是只有北部限定 其实中南部也会下 南部地区雨量也比较多 有时候就会飘雨 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波的降雨 几乎是全台都会下 当然是北部比较多 中南部少一些 而这样的雨势刚刚也告诉过您了 今天傍晚才会缓和下来 另外来看看 当然就是温度上的变化了 我们要告诉您 刚刚已经告诉您了 东南风吹上来 所以天气是有回暖的讯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中南部的低温 云量比较多 没有辐射冷却效应 目前室外温度大概在16到17度左右 北部也大概有15到16度左右 当然还是属于要加建一 比较不会着凉的天气 但是原则上没有像之前一样 这么的寒冷 而今天的低温发生在新竹是12.8度 桃园是13.9度 清晨还是偏凉冷的 所以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 一定要加建一 而再来看到 当然就是信号局也告诉大家 这天气变化非常快速的一个礼拜 其实这时间已经进入了春天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天气是两天一变 我们先看到礼拜一水气好多 所以今天全台民众出门都带把伞 否则这种雨下了会湿 因为像基隆啊 北海岸地区累积雨量已经破百毫米了 最大湿雨量有二十几毫米 好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雨了 很多人的确不习惯 不过刚刚告诉过年 入月之后雨会缓 所以礼拜到礼拜三 天气相较之下比较稳定 因为封面水气还是比较多一些 礼拜四是本周天气最好的一天 请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但很快的礼拜五礼拜六又来一波 要等到礼拜天天气才会稳定下来 所以我要告诉您将局呢 说这天气变化真的是非常快速的一周 原则上就是掌握两天一变 所以呢明天开始又会变好 但是呢礼拜四会更好 那么再来呢就是周五周六又会下雨 所以来看看将局的一周天气预测 在温度上的走势也提醒大家 其实不会变得太冷 也不会变得太暖 但是温度上还是有些变化的 礼拜四天气最好 所以北部白天会来到23度 而且不会下雨 相较之下非常舒适 如果要赏灯正是时候 而礼拜五又会开始下雨了 下雨就会降温 看到温度又下降下来 但是呢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下来 所以您可以看到 即便高温起起伏伏的 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但低温上是没有变化的 因此呢也告诉大家了 本周呢就是白天的高温 会有一些起伏 那么降雨呢 当然陆陆续续都会下 今天雨最大 再来会缓和一些 礼拜四天气好 礼拜天天气也不错 如果要来台北赏灯 这两天非常适合 我讲到赏灯